你敢相信吗 随着最近几部热播剧的完结 油腻一词呢是频频登上热搜 前有张翰不忍直视 后有杨阳迎头赶上 作为初代游王的黄晓明 终于在几位的衬托之下 去游成功 可一旦这几个音乐舞台重出江湖 那全世界将无人信念 当年杨阳这个唱跳舞台的上线 给出的词条还是杨阳禁歌热舞 就像是个爱豆 不愧是舞蹈专业出身 太帅了 但如今重看 只感觉他真的给自己设计了好多耍帅动作 各种自信表情 生怕大家看不清他的帅 甚至是考古 他早期为微微一笑狠青城 唱片尾曲的时候 那表情管理也是相当的到位 难怪他早期有个端王的称号 还真是名副其实呢 在杨阳的衬托下短暂逃过一劫的张汉 对比之下也丝毫不输 虽然他没有太过激的表情 但是他那一身 我就是个王子的迷之自信 着实看的人有些辣眼睛 尤其他在将近四十岁的年纪 还在演大学生 跟小姑娘谈恋爱的时候 再加上他的爸总是出演 同样的演出方式 二十岁的时候还行 到了四十岁 就有点油腻过头了 王小明如今通过减肥等各种改变 是彻底的去游成功了 扮造其他的各种物量 确实有点惨不忍睹 尤其是对于英文歌的演唱 一首NOTE TOUT 至今依旧让人印象深刻 但早期的黄教主 对于自己的颜值 确实还是很自信的 不过如今看他为了减肥 被迫只吃水煮菜的样子 又觉得大家 是不是对他太过严格了 小包总有多么的油腻 真的不用再多说了吧 但你敢相信他唱歌居然更油 那嗓子里仿佛卡了十口弹的沙哑嗓音 真的有人喜欢听吗 视频最后 你还知道内鱼有哪些油王吗